翁桃妈,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新手妈妈吐桃,说产后照顾孩子总是力不从心,常常忙得焦头烂额,孩子也没有照顾好,事实上,在孕期就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,这样在孩子出生后就能轻松应对了。 想常见的这几个知识,孕妇是早学习早受益,饮食方面,一,孩子出生后第一口最好是吃母乳,而且产后应该坚持母乳喂养,对于孩子来讲,母乳是最有营养的食物,而且在产后的半小时就该开门,让孩子频繁的顺喜,会增加乳汁的分泌量,孩子在出生的15天左右就应该开始补充维生素D了。 这样可以促进钙的吸收,或者平时可以带孩子晒晒太阳,也能合成维生素D,但是要注意,千万不要盲目的给孩子补钙,一般母乳喂养的孩子是不需要额外补钙的。 三群母乳喂养的孩子,在六个月以内,是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的,母乳中的水分就能够满足孩子的需求。 但是,如果孩子生病,或者是天热出汗较多的话,可以适当地喝水。 四孩子在一周岁以内不要吃盐,包括其他的调味品也不需要加,像蜂蜜,牛奶这些也要等到一周岁以后再考虑给孩子吃。 发育方面,一,民间有三发热做九爬的说法,但是每个孩子的发育情况不一样,有的可能早些,有的会晚一些,家长不要着急,更不能把娘助长。 像孩子正常的发育,一般在五个月左右的时候,孩子就开始长牙了。 但是,也有的孩子会晚于这个时间,其实只要在一岁半以前,长牙就属于是正常现象。 家长耐心的等待,不要以为是缺开引起的,就胡乱给孩子不干。 如果一岁半以后还没有长牙,这就需要去检查了,图片群来自网络。 三,刚出生的孩子都会有点O型腿,这是因为孩子在四公里,就长期保持这个姿势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变质的,家长不要认为不正常而给孩子绑腿,这样反而不利于孩子的发育。 素孩子持熟是正常的发育现象,我们称职为口预期。 孩子是在通过手来探索这个世界,家长千万不要阻止,给孩子把手洗干净就好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